Neyond I'm being bad energy I'm just like fucking like this thing off I have so many comes the Arya now That was 10 games Ney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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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位的米吉塔是拿到了一手top range AK杂色 选择做了一个三bet 到两万三千 这里他用一手84同色选择跟住 非常激进 且对自己实力有一个非常非常有信心的玩家 在之前的五十万港币的买入赛事中 他也是拿到了第三名 季军 对这场比赛的报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 所以说如果有兴趣 并且对自己实力有水平 有一个非常好的自信的话 那么你可以带着两百万港币 现在从国内直接飞来几周岛 还来得及参赛 三位玩家目前都没有击中 那么这样子在庄位有位置优势的 Fish2013是 有一个非常好的拿下底池的一个CBAT机会 在这样干燥的面中 七万五的底池 只需要一个两万五左右的下注 就可以轻松地拿下底池 好 他选择一个两万的下注 很多观众会问 为什么他这里在七万五的底池中只下注两万 会不会显得他的排力很弱 这是完全不会的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在翻牌的CBAT尺寸 是跟翻牌面的湿润度有关 在一个三倍的底池 Flop拉出来是圈嗨的翻牌 最大牌是一张圈 而另外两张小牌也不构成花脚 那么这个面是比较干燥的 唯一一手脚牌是四五 所以在这里一个小的下注 就可以激走对手大范围的东西 这里Greenwood是觉得在这个干燥面上 他的A高 A high还是有非常高的 Showdown value 那么选择跟住第一条街 并且很幸运的是在转牌之间 击中了一张钩 得到了反超 这里Greenwood选择过牌之后 遭到了Migita的All-in 这是一个满池的All-in 满池的All-in 我可以看到选手们手里拿的那些牌子是岩石牌 现在Greenwood在这里是在考虑对手范围里面 他在翻牌的跟注 是显示了自己在这样子一个干燥的面上有对抗对手C-bet的一个牌力 这个牌力是高于他手上的A开的组合 那么即使面对他翻牌的跟注 我们的Fish2013在后卫仍然选择在转牌 打All-in 那么他现在考虑的是在对手的眼里 他选择了跟注 一个非常漂亮的跟注 那么带给我们的MigitaFish2013 现在只有7张的出牌 除非击中一张K或者是击中一张10的顺子 否则的话这手牌他应该就会被打出局 好 并没有击中 那么我们的Greenwood是成功的淘汰了MigitaFish2013 这场比赛 由于之前在直播桌淘汰的玩家比较多 所以赛事方会在很快的时间内继续拆人过来 不用游戏了 我没让人下落 我没有让人吃了4% 你没办法在这场比较多 那你不成功 是个错的事 我不会有人去看 我们装备的Patriangelo是拿到了一手圈石铜色 在Flop直接是拥有一个两头顺的买牌 并且在彩虹面 也就是没有买花面的情况下 这个Flop对他来说是非常的优秀 继续下注三分之一 内门落在这里是有一个A嗨 加注到两万二 因为他也知道在这个牌面上非常的干燥 相对而言比较干燥 那么对手这里有很多的空气 转排的一张A是给了他很强的摊牌价值 他应该这里会进行一个四万的追枪 四万五千 一个非常漂亮的柱马 利用腾上一张反超的A 他继续选择跟注 并没有听牌成功 其实在转排他遇到的下注 跟注赔率并不是很好 但他依然选择好 但他依然选择跟注是因为一方面 他拥有位置优势 可以在盒牌不击中的情况下 可能会考虑 偷驰 那么这里 那这样子的话是 不可能是偷驰成功了 因为六万九的下注是已经宣告我套驰 他的后手已经不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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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lmost moon raise you All in with nothing Would it have worked? 他選擇放棄 那這裡槍口位 Greenwood加助K6童話的牌 只有一個玩家跟著也就是大忙的Ivan Liu 那在這個翻牌上Ivan Liu擊中了兩隊 過牌給Greenwood他下注6千積分牌 而且我們知道長牌不像短牌 在標準的德州普克長牌中 高低兩隊的牌力是非常強的 在短牌中你可能還不知道 你的A5兩隊目前面對一個對手 你的牌力到底是有多少的領先 但在目前的情況下 他是完全可以大概率知道自己一定是領先的 那這邊轉牌Ivan繼續過牌給Greenwood 你應該要先做這個 你應該要先動一下 那Greenwood在這邊會讀Ivan手上 有可能是個5 有可能是個10的總牌 那他謹慎地確認 當然Ivan手上有A的可能性也很大 他是比較好的掩藏自己的牌力 從過轉牌的過牌 他是比較好的掩藏了自己的牌力 那麼他在合牌是主動下注 試圖去抓取一點Value 这里看到我们的Greenwood是直接棋牌 这边Kerganov 他是拿AK的牌 选择加注到6500的几分牌 我们可以看到Kerganov的发型 一如既往的飘逸 显得很洒脱 我记得在最早 看到这名玩家的时候 他当时是扎了一个辫子 头发梳得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英俊潇洒 我们的Adams在装位利用位置优势 跟住了他的Kerganov 在这里并没有做3bet 因为面对一个枪口的范围 很容易遭到更激烈的抵抗 Greenwood在这里大盲位 选择用K5同色来防守 那在这个662的面非常干 我们可以看这Kerganov会考虑下注 那这一般职业牌手们在这个面上 一般都会继续下注 应该都是三分之一左右 他下了一个7500 是略微不到三分之一 一个30%抵持的下注 Greenwood这里并没有在考虑 他的K5是否大 他在考虑的事情是 我目前大盲位的牌力 跟这个266的小牌面是关联度非常高的 这个牌面是更加集中了我的范围 如果我在这里选择加注的话 那么是更加的看起来有故事性 那确实加注为22000的积分牌 可以看到我们的职业高手 在选择用什么牌 什么情况下进行加注的时候 往往考虑的 不只是自己手上的牌力 还要考虑牌面和自己位置的 一个范围的关联度 我们经常会说 这个翻牌击中了谁的位置 这个翻牌是更贴近谁的位置 看见这个转牌 给Cogonoff带来了两对 AA66然后K的踢脚 这里Greenwood在翻牌 已经在给对手讲一个 我有6的故事 那么在转牌 来到一张A的情况下 他这里要么选择放弃 不然的话可能会考虑 做一个大尺度的下注 那这里下注27000的几分牌 这里我们的Cogonoff面临的一个难题是 他手上的A面对对手 到底强不强 因为如果对上的是对手的有6的范围 他的赢率是非常非常的低 那这里看见 那这里看见Cogonoff现在只有剩77000几分牌 然后呢这边Greenwood会不会打他 All in 通过转牌的跟注 目前我们的Greenwood应该也知道 对手手手里应该是至少有不弱于一张A的牌力 并且由于对手是在枪口位的加注 那么很有可能是一张 强A 当然这里仍然是有一些手队的牌力 非常非常的激进 那把Cogonoff的积分牌都打入底池 下了一个8万的注 那这边Cogonoff 他如果跟的话 如果跟错 就需要再去花200万港币再次买路了 那开始职业玩家和他聊天了 看可不可以得到任何信息 我们职业玩家在牌桌上 对马脚的保护和对马脚的读取 也是一堂非常重要的课程 这里Greenwood给对手 一道艰难的选择题 你就是只能考虑的是 我这里是有6还是没有6 把对手一手如此强的顶对顶踢脚 依然架在了一个非常困难的 思考状态下 那现在Cogonoff他丢了一张思考卡 这不是Cogonoff的那个注 他是需要多30秒考虑时间 那我们看见Greenwood在这边一句都不会回答Cogonoff 他也不想给Cogonoff任何信息 他坐在那边仿佛波兰不惊 这边Greenwood顺利地偷击 拿K-high的牌打走了Cogonoff的两队 我们锦标赛玩家经常在一场比赛中需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整整半天超过10个小时 那么有的时候你难免的如果在休息时间错过了吃饭或者上洗手间的机会 你有的时候就需要在比赛进行中去偶尔上一下洗手间 那么这种时候我是推荐大家在枪口加2的位置离开 因为这样子你即使是错过了两手牌也是错过了两个最差的位置 对你的锦标赛的损失是最小的 千万不要在人到你装位的时候离开 那这边我们看见Hijackway Greenwood加注K4童话的牌 然后Adams用K圈跟注进来 Koon在大盲位跟注K勾 那在这边看见Adams马上中了三条圈 然后Koon在这里他的牌里是两队加K的踢脚 这个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的潮湿 因为有两张方片的延章 在这个面上有大量的买花买顺的组合 以及一些击重 所以他这里可以做一个价值下注 可以留下对手范围里面大量的手牌 那他这里选择下注比较小 下了6500的积分牌 那现在是两位玩家到转牌 这边出了一个2 没有改变任何 跟短牌不同 长牌中由于牌力的间距比较大 所以这张转牌的2 对于大家来说 对于双方来说都是明显可以知道 并没有改变对手的任何牌力提高 而在短牌中任何一张牌都有可能是对手的2次 所以更需要警惕 那在Kun过牌的情况下 这边Adams他应该还是会继续下注的 在这个牌面来讲 面对Adams在转牌 出现的哪些牌是他需要注意的呢 是1张A和1张8 因为对手在大忙的位置 选择跟住他的C-Bet 比较多的买顺的组合是90和K10这两手 那么出现其他的击中 由于他已经有非常强的成熟三条圈 不怕对手的击中 反而怕的是对手的一些隐蔽的买牌 那我看见这边Adams他这次下注下得很重 下了个35000的底次 就跟刚才翻牌后底次的量一样 买炮 那我们可以看到 合牌的这张红桃6是花顺都没有到 那么我们这里明显可以看到 Adams现在还是非常督定 我的牌是很大的 那么对手是在用什么牌来跟住呢 对手的听牌已经全部破产 那么在这里我很难拿到听牌的价值 他可能会下一个重注 去索取对手的不相信 他下了一个35000 对手没有跟住 那库恩他刚才考虑都没有考虑 就把牌齐了 可以看到牌手期间的业余生活非常丰富 所以庄 这庄位拿到了一手A9杂色选择开持 史密斯这手A10杂色面的一个装位的架主是可以做一定的3bet 他选择稳妥的进行一个翻后游戏 那这边史密斯过牌他这里是可以买卡顺的机会 在这个面上库也选择了过牌 这边是因为小茅的跟住 库觉得这个面是更对史密斯有关 那在转牌史密斯马上拿到了顺 这边史密斯他选择再次过牌给杰斯库 那库在这里选择下注了 下注15500的积分牌 那这边史密斯他得到了一些价值 因为我们看得见如果史密斯在这里 如果选择再转牌零打的话 那库应该是会弃牌的 他选择跟住 来隐藏自己的牌力 那选择继续埋伏 那这边史密斯把牌打得比较狡猾 他想从杰森库的身上得到更多的价值 那这边库他会不会选择再下一发呢 确实下了6万3000的积分牌 已经打了超过底池 这里由于杰森库在前置位的过牌 非常完美地隐藏了牌里 那这边史密斯他是已经跳起来了 那当然他要装着自己深深考虑 因为在这边他应该会加 他肯定会加注的 面对后手 对手的后手只有12万7千 他这里很有可能会直接 Race the All-in 那么他这里就要做的是表演一番 然后对手 然后对手 啊 选择Olin 那当然这里 Koen不可能用A-high去准扣 Smith说你拿下的抵制也得到了非常大的价值 这提到Kris Moeman 我刚学牌的时候读的第二本书 就是他写的 对对对 他出的那本书挺新的吧 嗯 不行啊 我因为学牌时间短嘛 那这边我们看见也有Heklin 那他也是现在世界上线上数一数二的玩家 那我们看见这边 在Katalfoy Adamo加注8千 David Peters从小盲位 再次加注到2万6 然后呢Adamo跟注 那这一对二在翻牌的情况下 看见有个二是非常开心的 那在这边他有三条 然后呢David Peters是可以买卡顺 任何K在这边会给他顺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是心里乐开了花 因为不但是出现了一张二 另外两张牌是非常非常的棒 因为A和Go是非常非常完美的击中了对手的三bat范围 那么他这里基本上除了对上A和GoGo这两手小概率的牌之外 他能赢的组合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那这里Peters选择下注一万五千 那这个注也算比较小 大概只有四分之一 我们来到目前后手还剩下八万九千 所以他这里不急着去做一个激进的加注 因为就他的后手量来说 不管怎么样这手牌都是很容易能够在三条街的范围内打光的 我们有的时候考虑是否要在某一条街做一个加注造池 更多的时候还要考虑我们的后手筹码 如果那个底池太小 后手筹码太深的话 那么你无论多强的牌都需要做一个加注 不要太早的隐藏牌力 那这里转牌给Peters带来后门的out 直接把Adamo打了个all-in 那这边Adamo他是做一个很happy的call 我们看见这里Peters有很多的outs 任何K圈 然后呢鸿星会给Peters赢下这个底池 四张K以及所有的红星 对手击中了葫芦 这边的张K圣 借贴过几十几个阶段 第三边是用中的红色 箱子里做的几个阶段 那呃 那这里中边的半表 也像是唯一一打的 那个一打的 請教授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玩家在拥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对前置位的加注会比较的小 这里是一个不到三倍的加注 因为当你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 你不需要把对手的 把彼此的SPR值 就是我们的持住比压得太低 这样子在两位玩家拥有充分足够的后手优势的情况下 可以更加顺利的进行一个反后游戏 而当你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你往往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加注 去弥补你没有位置的劣势 哇哦 那这边我看见许亮中了顶对加买顺的ELTS 那有点不幸的是这个顺的ELTS是在AB的手上 但无论如何这个翻牌对他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好了 仅次于天顺的一个关牌 那既然这里选择做check 那么应该是会做一个check race 如果对手敢在这里动手的话 他完全可以拿顶对双头顺加后门花 这样的一个高权益的牌跟对手在这手牌上打一个大的地尺 谢谢 谢谢 这个时候做了一个比较标准的CBAT 果然是做了一个check race 许亮这个加注的注码掌握得非常好 因为当他做了一个55.5的race之后 对手一旦call中 那么底驰会很轻易的来到一个SPR值 也就是后手筹码与底驰的比例0.8的左右的一个比例 那么他可以在 那这里只能是一个无奈call 那这边我们看见许亮的ELTS在屏幕上有显示 任何6、9、go 他可以拿下底驰 上方都打得非常的激进 优秀的玩家往往都是非常激进 并没有发出来 192.5 那不幸的看见许亮在这桌被淘汰了 那好消息是他可以再次买路 然后呢这个买路可以到明天的第一级别 8、5 我们看到我们在小盲位置拿到了一对K 这A兵啊 他的手气挺不错的 前面有看见他有拿到一对勾 把许良给打淘汰出局 那这边他拿到了一对K 又是在非常好的位置 面对庄家的加注 他在这里选择加注为两万八千的积分牌 依然是一个超过三倍多的加注 他选择跟注 应用他的位置优势 那这个翻牌我们看见这里 Adamo他可以买卡顺的机会 任何十这边是可以给他顺子 这是一个卡顺后漫画 他会给他一对声 这是一个卡顺的机会 是一个卡顺的机会 上去执行的机会 是一个卡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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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有机会 应该是一个卡顺的机会 的有机会 是一个卡顺的机会 我们在转排的一张六 为我们的他们提高到了两头买胜的一个机会 我们先牵到红桌的Action 这边看见翻牌前Brain Kenny和Guerrero两个人打了个All-In 那这里是一对7对下了一对K 那这个翻牌没有给Brain Kenny带来任何帮助 那这里勾的转排 现在Brain Kenny只剩两张Out 那在这里Guerrero顺利了做了一个筹码翻倍 那现在我们回到蓝桌这边 我们刚刚可以看到我们的KK是在UTG的位置 而我们的Brain Kenny是在大盲位的七七 那么很有可能是在大盲位直接是接住了 江可威的一个二十多个盲珠的拳下 我们的两个人打开 可以看到我的ADAMO是停牌破产 它的GOBA在这里是没有任何的shadow value 他选择all in 他选择下注166000 后手只留下了1000 那这边ADAMO他读牌非常准 在这个合牌 ABIA过牌的情况下他读出 他手上是没有一个A的 他只为自己留下了1000的筹码 那这个投机成功 用GO HIGH的牌顺利地拿下了底池 那这也是为什么ADAMO是澳大利亚顶尖的玩家 那我们有看见右下角显示 这个比赛暂时是37手买路 然后呢我们这个现场还剩23位玩家 可以看到专位ADAMO是拿到了一堆酒 这边加注到8500的积分牌 那我们看见在这大盲位Peters也拿到不错的手牌是A圈 那在这里Peters 有考虑会再次加注 有考虑会再次加注 他这里20个盲注 应该是选择直接奥利 那秒靠 那我们看见这边他们是45的盈利 那马上Peters得到了两队A圈 那么我们的ADAMO只剩下两张9到5出意外的话 合牌发出了一张4 那么Peters成功地从他的身上获得了一个Double 那昨天我在街神房 Bornomo跑过来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跟Naranoko说 我的名字不是Bornomo 而是Bornomo 那这边枪口位Hechlin加注8500的积分牌 用了一对4在这边做了加注 然后Ebin在中央家位手持的是K-Go童话的牌 他选择跟住 我们可以看到翻牌的一张4是直接给UTG位置 Hechlin是拿到了SET 在德州扑克中翻牌击中SET按三条 是非常非常隐蔽且强大的牌力 那这边Hechlin选择了过牌 Abin他手持在是只有K-High 但是呢这张转牌给他带来了顶对的一对K 那这里Hechlin他选择下注 21000的积分牌 那第一他是需要得到一些价值 然后呢还要保护他的牌 因为我们看见这桌面上有三张黑桃的出现 这边是有点不错的 那边是有点不错的 那边是有点不错的 指定我们的中文玩家是直接用顶队选择跟住 合牌的一张repeat时 为我们前志位的Hacklands拿到了葫芦 他直接选择了一个超池Olin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边阿宾有考虑要跟住 在这个翻牌没有任何人打的情况下 阿宾他想的是应该自己是还领先的 他这里的顶队K面对这样子对手一个非常激进的Olin 又变成了一个猜谜游戏 因为对手这里显示的牌力是非常两极化的 他选择放弃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棋牌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